因為我們局長待會兒還有立委會議要開 這我們先請我們來聽各位說幾句 今天很高興很感謝大家來到在我們區裡面這個 這個系統最主要是照顧 剛我在去本來以為三年多四年了 是三年左右 那我們區裡面我們會有電子小組會議 電子小組會議就是說 因為現在整個政府機關裡面資源是有限的 那麼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哪些事你要先做哪些改革會排在後面 那我們都會有一個排序 那這個電子小組會議完全都是利用 我們不管是科專的錢還是局裡面的經費的一段去做的 那經過有一次明浩科長他本身 他也是電子小組會議的成員 那有次開完電子小組會議他就問我起來說 欸副局長那時候我還幫副局長 他說我們同仁想做一個 因為在刑警的時候相對案子是多 那在抓26條的時候 我想以發明來講 他所需要的時間量是更多 所以好的時間會更多 那同仁就有這樣的想法說 一起我們每個人都用眼睛去看 好大知道我想做IP的人到最後眼睛是很傻的 我們是台灣都配了一個毛利的 都配了一個毛利的 那在這個眼睛這麼傷的情況下 同仁就思考這樣問題 科學就想你這到底要怎麼解決 所以他就想說 我們能不能用電腦 就是電腦要拚頭到 電腦會給你審慘 其實不是審慘的事 不是第四項而已 那其實當時明號來跟我講說 很值得來試 不過我跟各位講 在當時我的想法 有問號 也有一個讚嘆的號 因為明號本身他還學資訊的 因為科學有審資訊的 有一種程度 我一開始覺得 有這樣的想法 很好 有希望會做成 那做出來之後 我們同仁 他按Smart 剛開始 他們現在就推給誰 他們一組試科 所謂的心情的部分 內部先做 內部先做完之後 就做這個時候的Debug 我想同仁下去大量測試的時候 怕你測試 那裡面有什麼 把手臂把它刪除掉 他們做了以後 好像真的是可惜 所以內部先請同仁就開始來試試做 來試看看 那當然 我想一個新的程式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什麼 Debug的地方 他們這樣努力不懈 真的到最後做到 完全可以做了 可以上線 那說這麼好的東西怎麼可以 只有領心情來用 因為我們還有審查官 還有發明 還是跟所有的 如果要均衫 所以逐步的 就從心情推廣到發明 那推廣到發明的時候 他們很有技巧 那科長跟我講過一件事 他說剛開始 他們自己給誰做 把這個系統 偷偷給發明審查科的科長 那審查科的科長就把同仁的 送出來案子就丟進去踹一下 結果呢 那同仁嚇死了 同仁心想說 第一關 一個科長和二十幾個人打 我自己都沒有看到 為什麼被科長看到 而且不是偶爾為之 你發現說 他們在家的修補 吃好到修補 被抓出來 你也倒修補 我一眼去 科長怎麼看 你說 你事我也是 所以他們就開始懷疑說 這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力氣 有什麼神器 可以把這個案子把他抓出來 那他們總知道說 科長說沒有這樣一個寶貝 那真的是很好 很好 那因為大家知道 你在電子申請的過程當中 你用的是什麼 插扉的檔 我們進來以後 我們會把他 轉換成插扉的檔 那是標準的一個 內部的一個後端 所有電子的 都是靠插扉的檔來處理的 那我想說 我們自己來做 那你內部抓到錯誤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訪問一個誰 給申請人再做依賴死 對不對 那這樣子一來不可能 是不是花掉很多 也讓廢物的時間 也花掉什麼 申請在依賴死的時間 以其這樣子 我能不能做一個系統 就直接給外面申請的人 在inhouse的時候 任何一個發明人 任何會寫專利說明書的人 他就可以 在寫的撰檢過程 可以丟到這個系統 有錯丟就抓出來 這絕對白癡之白的雙贏 為什麼 你在書所做的 你送進來的劍 再丟到這個系統以後 相對的 你該做的錯誤 你到底想要 都把它做了 我們就不需要 為了這個在 發出一個什麼 OA 發出OA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 這真的是個好東西 那我想 歡迎各位 多來使用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 智慧局有好的東西 我們一定會 跟各位來分享 我們也希望這樣子 在家 你在inhouse 把所有 無界 送到的智慧局來 我覺得這真的是 百分之百的雙贏 但是 我也真的 會有智慧局 這樣的審查 我覺得我感到 相當相當高興 他自主性的引發 而且 不是很長的時間 3點 其實對個 際外來的 就不算長 而且是兩個人這樣獨立 固軍奮戰 他們就把他做起來 我想 是不是 在座 謝謝給我們兩位 審台會拍的手 好不好 謝謝 阿倫 這個系統 我就請 我們 就是客群 來幫我們做現場 我是不是把時間 就給客群好了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各位大家好 那很榮幸 就是我受到智慧財產局的邀請來 就是來主持這樣的演講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是 我是劉特選 其實我在智慧財產局 也已經 也做了六點 那我現在是 不在這裡的 我現在是 我現在不在這裡 但是我之前 在這邊帶了六點 那這套系統呢 是我 就是在 應該是兩三年前開始開發的 那大概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那 這個過程中也是 由我和我的科長 那就是一同討論 然後一同設計出來一套系統 那大概開發過程中也是 也是一步一步來的 這個沒有辦法撐離室就到位 那也是經過不斷的 就是 怎麼講 不斷的check 不斷的debug 之後呢 才 出了一套比較完成的系統 那 目前是 那目前我們自己局內已經有蠻多審查官在使用了 所以 也想說藉這個機會就是把這套系統分享給大家 那 也許大家就可以 就是可以多加使用這套系統 那幫助大家在 就是把案件交到我們智慧財產局的時候 可以 利用這套系統把一些 錯誤給他檢查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開發這套系統的用意 好那 那我們就 好那我們就開始介紹這套系統 那我們知道 我剛才想說 我們知道系統叫做那個 專利 專利文件 偵措輔助系統 那 接下來的時間 我就會跟大家 一步一步介紹 這套系統的 各個 就是各個使用方式 那 今天的 今天簡報大概會分成這 五個章節 第一個是 系統開發目的 然後再來是 作業流程 然後再來是 功能 系統功能 比於顯示界面 然後還有檢核功能 那最後當然我們會用實際的案例 來向大家展示這個系統 好那我們就開始 第一個系統的 好那 比亞就是 為什麼要開發這套系統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協助申請的 然後就是減少申請上面的 一些形式上面的錯誤 然後可以根據專利法的相關內容 進行專利文件的審查 然後會提供錯誤提醒 對那 主要就是這個 錯誤提醒的功能 待會大家會看到 就是這套系統會針對 蠻多種的錯誤 然後都會用一些 算是蠻醒目的方式來提醒大家 所以大家會 看到這套系統可以 檢查出哪些錯誤 然後會 就是會提醒大家 怎麼樣去處理這些錯誤 對那 最後的話 你會針對 說明書以及 深專利範圍 形式上的錯誤 會進行比對 那比對的基準 都是會 符合 專利法 以及細則的規定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套系統的作業流程 那其實作業系統 作業流程其實非常直覺 就是 我們呢 就是 大家會有一份 那個Docx 就是這個專利文件的檔 那它是 Docx Docx 這個形式檔案 然後你把這個檔案丟進我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叫做 專利申請文件輔助徵錯系統 你把它導入這個系統之後呢 這個系統就會 馬上就會輸出結果 那輸出結果之後呢 如果有錯誤的話 就會產生這個 錯誤訊息 那這個就是待會會 開始一步一步跟大家介紹 哪些錯誤 然後會怎麼呈現 就是如果有錯誤的話 就會有這個 錯誤訊息 那大家就可以針對這個 錯誤訊息去進行修正 那大家不可以的話 就可以 確定無無手間 整個流程大概是這樣 好那再來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系統功能以及 顯示介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系統 其實有蠻多功能 那我這邊就不批贅述 但是主要就是分成 我待會會先講一下 系統流程圖 然後還有使用 操作步驟 那再來 重點就是這個 基本功能以及 顯示介面 那顯示介面 其實有 非常多種 那這邊我先不一一講 因為待會都會一個一個 就是用畫面成形 給大家看 那除了基本功能之外呢 這邊還有一些 增列功能以及修正功能 那這些功能的目的呢 就是 如果大家在系統上看到 有一些錯誤啊 就是被一些紅字提醒啊 這些錯誤之後呢 其實 當然你可以直接 回到Word 把那些錯誤 就再重新修正 但是我這個系統又有做一個功能 叫做 增列以及修正功能 他的目的呢 就是讓你可以在系統上 你先 你先去把這個錯誤修正好 然後修正好之後呢 你再看 你就可以再來 發送一次 看一下這個錯誤有沒有被解決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你可以再回到Word 就是 一鼓作氣把它修正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增列以及修正功能 讓大家就是 不用說看到什麼錯誤 就直接回到Word的修正 你可以 直接在系統上面做一些修正 然後再去檢查說 然後就再去檢查說 這個錯誤有沒有被修正 這樣 好那這些功能就是 我接下來會第一次介紹 那 再出來 那這邊有個系統流程度 那 那 一樣 就是 從我剛剛講 就是 大家手上會有份Word檔案 就是應該是撰寫好的 那個專利申請書 那這個 Word檔案呢 丟進我這個系統 我這個系統就會 拆解專利文件的各個不同的部分 因為專利有分 摘要嘛 然後內容跟說明書的部分 那 這邊就會進行拆解 然後拆解之後呢 就會拆解出 這麼多的東西 就是有 符號說明 圖式簡單說明 然後 代表圖 符號簡單說明 摘要 有心情內容 實施方式 以及申請專利在 所以 我的系統會把 Word維件上的 這些部分呢 都把它 就把它抓出來 就去辨認它 那 其中呢 這些東西辨認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去辨認它的一些 元件以及符號 對那 比對元件以及符號 然後比對完之後呢 就這裡 比對完之後呢 我們會針對各個部分 就是如果我們發現有一些 錯誤的情況 我們就會針對各個部分呢 去 做一些 錯誤的提示 OK 那 除此之外呢 這個系統最大的 最重要 就是 應該說一份專利最重要的 就是申請專利範圍 那申請專利範圍 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又特別把它拉出來 因為它其實 請求項有 其實要在 就是要在拆解的部分 也有很多 所以申請專利範圍 把它拉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邊 又會去拆解 請求項各個部分 那我們就去分析 分析哪個請求項 看他是獨立項 還是付出項 然後我們會去 拆解他的標題名稱 然後我們去看他的 請求項項號 那當然請求項內容 然後最後還有 是不是 引用記載形式的請求項 那 經過拆解分析之後呢 我們就會一樣去辨識 申請專利範圍 然後 並且 根據請求項的各個部分 我們會依據法規進行審查 那當然這邊也都會提供 就是一些修正功能 就是我剛才講的 可以做一些修正 那 那有哪些部分會檢查 就是 就是 這些東西 那會檢查的東西就是 像是先行職的問題 然後 是不是有多付多的問題 然後選擇事為之 然後是不是有不當衣服 然後是符號 這個是 請求項的 元件的話符號要置於括號內 然後單據為之 跟標定名稱一致 就是如果 當 知道系統發現你的請求項有違反 自己要規定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就會針對這個申請專利範圍不符合規定的 就會提示這個 就有這個錯誤 就是 看到這個 所以這整套系統合成大概就是這樣 握著檔進來之後 他會 他會去辯認這幾個部分 那這幾個部分其中 申請專利範圍 又可以再細分成 就是這麼多的部分 那一樣就會經過分解 就是把它拆解 然後一步一步去分析之後 就會去 針對這幾項 不符合規定 如果有不符合規定的話 就會 系統就會提示大家 那這個當然就會 也是一樣 每一項 都有實際的範圍會 給大家 就會操作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今天有個印象 是這樣 那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 使用與操作步驟 那目前 使用電子 就是 大家應該到底熟了 使用電子附件的時候呢 需要下載這個 WORD的空白專利文件 所以那下載方式 就是我們進入局網的時候 這邊有個 線上申請 OK 點下去 然後這邊就是有個 E網通網站 那就是一樣 我們就在進 E網通網站 對然後 這邊有個線上申請 然後並且點選 下載新電子申請系統 那一樣就是 再來就是選擇這個空白申請表彈 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將相關的申請表彈 就是WORD檔案 那就是 然後他的屬性是 DOCS 這個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可能比較舊的WORD 他是DOC檔 但是 目前比較新的WORD檔 他們都是用DOCS的方式 所以 那我這套系統呢 目前支援的是 DOCS 所以大家如果在使用的時候呢 要記得 就是要把它存檔 存成 DOCS 的形式 那在我這套系統才可以分析 那我相信我們覺得 現在下載的就是DOCS 所以大家就是 用這個DOCS 然後就是寫完之後呢 就可以 就可以在我單單 就可以丟進我的系統 去進行分析 那反正就是這邊有個空白申請表彈 就是 可以供大家下載 好那再來就是 就是 就是完成專利文件 就是 這個大家可能了解 心情摘要送一書 然後生專利範圍跟同事 就依序把他卸完 那再來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 之後 應該下一個上線 但是等上線之後呢 大家可以登錄 一網通 然後進入 專利申請文件 輔助徵作系統 就是 位於這個 我們這個畫面的 左邊 倒數第二個這個系統 OK 所以 之後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OK然後進去之後呢 就是一樣 這邊有個專利申請文件 輔助徵作系統 就是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大家點下去就可以使用 這邊 我 補充介紹一下 這邊有個那個 功能介紹的使用指南 就是這個 各位之後看的就是這個 當然這個內容很多 蠻多就是 大概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DVT 大概是把 精華的部分把它取出來 這裡面 想的更詳細 如果說各位還不是很清楚 今天 今天講的還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這裡面都講的非常非常詳細 大概有五六十頁 到最後 各位可以試的去看一下 所以說是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那這個部分是使用指南部分 就有多大會需要可以去這邊 觀看下載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這套系統 那首先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 使用操作的步驟 那大家就是 進到這個系統之後呢 待會大家會看到實際的demo 但是我先把一些畫面 先秀給大家看 進到系統之後呢 這個就是他的主畫面 OK他的主畫面 他主要這個畫面會分成 左半 就是左半部跟右半部 左半部是這個類似 叫做sidebar那種形式 那他這邊會顯示 符號說明 代表圖 就是符號簡單說明 以及圖示 所以到時候呢 你只要 就是 文件上傳之後呢 他 左半部這邊就會 依序把相對應的符號說明 來代表圖 還有圖示簡單說明都列在左邊 那右邊的話就是 就是這邊有一個儀標板 就是大家進入第一頁就是儀標板 那這邊就是 這個黃色區域就是你可以直接 選份檔案 然後就可以 你可以點選 然後再去選 或者你可以直接把它拖落到這個區域 都可以 那待會我們都會示範給大家看 那 至於上面呢 這個表彈還有一些其他功能 這個也是 像是儀標板 就是現在大家 所在的這一頁 然後還有摘要技術 清醒內容 實施方式 跟申請專利範圍 這些就是 會針對你專利的每一個部分再去 就是一個一個分析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 就是裡面的一些 內容 那另外這邊還有使用指南 使用指南其實也是 就是比較簡短版的 就是點進去之後大家可以看到怎麼使用 那這邊還有一些功能 那這些功能我現在先不講 因為待會不會 待會不會講 那還有歷史紀錄這些 所以大概在這個畫面上有這些功能 我們可以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怎麼樣選擇資料 然後把它放進去 那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我剛才講這個黃色大框框 黃色大框框就是你只要在這個上面 你只要 你可以選擇拖曳 就是像我們這邊是打開 你可以 就是你在這個框框點一下 它就會跳出這個 這個開啟的 然後你就選份握的檔 那一樣我剛才有提醒大家 就是記得要選DOCS 就大家在存的時候要存存DOCS 因為這個是現在比較新滿的 我的Microsoft 我的都是DOCS 那選了一份DOCS檔之後 你就可以開啟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就把檔案 拉到這個框框裡面去 都可以 OK那 就是選擇完檔案之後呢 如果你的檔案從 就是OK沒有問題的話呢 就會畫面就變成這樣 就是送出之後呢 那畫面左邊的這個 原件名稱引擎符號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左半部這個區域 它是原件名稱引擎符號 那它上面會顯示新型名稱 就是 例如說這個叫花鼠 那一樣我剛才有講的 它會有符號說明 跟代表圖 符號簡單說明 跟圖式簡單說明 那它都會呈現在 左邊 那因為這邊 這邊它很多項 但是你往下拉 這邊可以往下拉 你往下拉 你就會看到 那它有代表圖 跟那個圖式簡單說明 它都會一起放在左邊 那右邊的話就是 你打開上傳之後 這邊就會 這邊就會變成 這個淺綠色就OK就上傳了 就上傳了 所以操作上應該都很簡單 那你也可以重新上傳 反正就是 大家可以在右邊這個畫面 去進行檔案的上傳 這樣 好那接下來就是 先把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有一個印象 那它的畫 這個系統的畫面分成 就是 我們在摘要以及技術 就是剛才大家看到 右邊有的這個 淺藍色這個選單 剛才我們是在儀表板 那儀表板上傳完之後 我就可以 這邊每個都可以點進去 那現在給大家看的是 災藥和技術 那災藥和技術呢 就是會 會用這種方式呈現 那就是 這邊開頭是災藥技術嘛 然後會告訴你 新型名稱 跟英文名 如果有英文的話 這邊會請指英文 那 每一個段落呢 我會用這種方式呈現 就是 這邊會告訴大家 這個是災藥 然後放到第一段 那 這邊裡面就會有 就是這一段的分析 那 這個分析 這個我 待會後面會再詳細介紹 就是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會做這些 就會有這些highlight 然後還有這些按鈕 那這邊都會有些互動動員 那另外這邊還可以展開 一個收回就是 因為我這邊 我這邊你點進去之後 他一開始都是 關起來的 因為就是 可能 說明書他有很多段 那 所以我的 就是 點進去之後 每一段都是打開 不會 轉太多空間 所以 大家都會要看某一段 你就一段段打開 或者你也可以全部打開 或者全部關起來 反正就是 這邊都有做很多互動功能 可以供大家選擇 那反正就是 畫面的呈現大概就是 像這樣子 先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再來是星形內容 那星形內容就是 這個 中間這個星形內容 那 其實基本上每一個段落的呈現方式 大概都是這樣 就是 我這邊是用一個 block的方式去 就是一個block就是一段 所以 這邊 星形內容的話 就會一分段落 像這邊假設是 004段 那 一樣 所以這邊就是星形內容 這邊就會告訴你段落 好 那 剛剛講到星形內容 就是 中間這個選單 那一樣 點進去之後呢 這邊就是 一樣 用 這邊就是 被星形內容 那 我這邊會 顯示就是 證券連接名稱 和 符號 就是像 大家這邊看到的 這些東西 OK 就是像這樣 那 這些除了上面會 就是他上下這邊都會顯示 像是 滑鼠 那就是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滑鼠 這邊也會有滑鼠 那 我這邊的 都是用同樣的顏色 所以大家在看的時候 會 就可以對應到同樣的 好 這盡量 盡量讓大家看到 反正就是 我這邊會用同樣的顏色 去表示哪樣構建 像 例如說 滑鼠 那就是用這個橘色的方式 那 它有什麼滑鼠主力 這個淺綠色 那基本上就是同樣的購件 會是同樣的顏色 那所以這樣大家看的時候會對應的就比較清楚 就這樣子 像是 這樣子 好那這邊我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那 再來的話就是 系統畫面 系統畫面就是 右邊 右邊這個 選單的 倒數 右邊選單的 實施方式 那 實施方式也是一樣 就是 一樣會呈現的是 實施方式第幾段 像這段是 0031段 那也是一樣 除了 像我剛才講這邊會有 原件名稱 那 就會告訴你它是正確的 原件名稱或符號 就是 就是綠色這個區域 那除了原件名稱跟符號之後 符號之外呢 它也會 檢查說你的圖式有沒有引用正確 就是下面 下面這個綠色的 就 就是如果你在實施方式有引用到圖的話 像這邊寫 圖二到圖四 那 圖二到圖四 其實我這套系統 就會幫你判斷 圖二圖三跟圖四 所以 那 下面還有圖一 所以 也就是說這邊引用的四張圖 所以 這邊就會去檢查說有沒有引用正確的圖式 就會把 那這邊就會列出 就是有引用的四張圖 就是圖一圖二圖三圖四 OK 大概 大概目前就是用這種方式呈現 好那再來是那個申請專業範圍 那請求項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東西又稍微多一點 那 但是一樣 我們 就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首先 由上而下的話是 就申請專業範圍 然後他告訴你是 請求項1 然後我這邊系統也會告訴你 他是獨立項 或者付屬項 就是下面 我會告訴你 他是 他的請求項種類是獨立項 那再來 下面這個綠色的框框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 規定就是請求項的話 你引用的元件他必須要前面有出現過 所以 這邊就是經過我的系統檢查 就是 這邊顯示就是 元件建立請求項先前內容 或依附的請求項 OK就是檢查沒問題的元件呢 就會顯示在這邊 OK那也是一樣都會用不同顏色去做區分 好那待會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也一樣會顯示在上面 那這邊是找一個正確的 就是這邊是沒有錯的 但是 如果待會有錯誤的話呢 也會有另外一個區域是 顯示錯誤的 那待會大家會看到 好那 這邊就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 這邊待會還有一些會 就是還有一些畫面的時間 待會細節我再跟大家講 那 目前是先讓大家看一下畫面 好那 再來的話 那剛才是 螢幕 就是主畫面的部分 就是右半邊的畫面 那 接下來我稍微講一下螢幕 左半邊的這些畫面 那第一個 哇實在怪 就是 好那 第一個畫面就是這個 連線名稱以及 符號的顯示介面 它就是在螢幕的左邊 那就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 左半邊這邊 就是連線名稱以及符號 那 當然我這個系統 也不是萬能啦 就是很多時候 其實我還是會遇到就是 有一些符號是沒有辦法判別的 那一旦發生沒有判別的話 我這個系統在 就是左半邊 會脫一個欄位 叫做無法判別的符號說明 那這邊就會把它印出來 那這個部分呢 大家就 也許可以回到 我回到過的欄去修正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在這個系統上面修正 那修正的功能 那我剛剛有提到 那他有會再跟大家講 但是這邊先跟大家講就是 我這邊系統呢 會把就是 元件名稱跟符號列出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元件名稱 就是左邊第一張圖 就是 我這邊的展現 展示的方式依序是 由左到右是符號 然後 元件名稱 跟狀態 就是 就是這三個 Color 它是這樣呈現的 那 基本上呢 我也是 同樣的元件 我先用同樣的顏色 所以這邊都是用不同的顏色去區分 所以這樣大家在對照上就很清楚 像這個下課題 在那個 符號說明是這個顏色 那他在代表題 只要是同樣的構建就是同樣的顏色 那狀態這部分會顯示 就是檢查的結果 像是 他有沒有被主要代表圖使用的 那 就會檢查 那一樣代表圖這邊呢 就是 也是一樣就會去check 那如果沒問題就是ok 像這樣 OK那還有 包括以後指定代表圖 這些都會顯示在上面 OK所以先讓大家看一下 好那再來是錯誤體型 因為剛才都是正確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錯誤的話 我這個系統會怎麼呈現 那一樣就是在這個系統的 摘要和技術 然後形形內容 跟實施方式 剛才大家有分別看過 就是這些頁面中的每個段落呢 都會用下面的方式呈現 那如果有發現 錯誤的元件名稱 或者符號的話 就會使用這個 就是這個紅色字 紅色的框框加黃色的字去highlight 就像大家 看到的這個方式 對 那這個 這個 出現的原因就是 它原件的錯誤 或者 符號的錯誤 所以也就是說 經過系統體對 它這個東西呢 叫做 驅動元件的四站一 那也許呢 在符號說明它可能 不是431號 或者它不叫做驅動元件 反正不管是哪一種 就是它就是屬於元件名稱 或者符號錯誤的狀況 那只要 這個系統檢查出來呢 它就會用紅色去 就會highlight起來 那上面會highlight 是下面會highlight 就是 就是這個 框框裡面 對 就是 所以大家 就可以 清楚的看到是哪個地方有錯 這樣 好那剛才是說明書的部分 那申請專業範圍也是一樣 就是申請專業範圍它也是 每個段落都會用下面的方式呈現 那如果有發現 一些常見的錯誤 像是未接 或不當移符 或者其他的狀況呢 一樣 我們在下面這些構建 就對 就是下面這個框框都會一樣 就是用紅色在 紅色的框框把它裝起來 那因為 檢求像它 比較 比較 會檢查的東西 比較多 所以除了像我這邊寫 原件 未見移情的 像先前內容之外 對 就除了這個框框之外 上面又會多了一個 就是 一個summarized的這個框框 就是 如大家看到的這個錯誤這邊 那這邊就會幫你把 這診斷 就是這個請求像裡面 發生了哪些 錯誤 會總結在這個 這個表上 像這邊會有什麼 花束分體 沒有建於先前的內容 再來就是 什麼 A 這個 華束分體A 它的原件 名稱錯誤 所以基本上 下面的框框會把 就是 例如說 不當地這種狀況抓出來 那上面的框框 就是 會把整個請求像 所遇到的問題 都會把它做為總結 就如大家所看到這個狀況 那這個是 生理專案 那再來就是一些 其他的功能 像是 像是 你在 各位在這個系統的 新型內容 實施方式 跟申請專業範圍 自己業人 都會有一個 搜尋案 那搜尋案 就是 就是左上方這張 左上方這張圖 這邊有一個 這個放大這個按鈕 這個就是 社群這個按鈕 那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跳出右邊這個 就是右上角 這個搜尋連結名稱 那你可以在上面搜尋 你要字 那基本上這個功能呢 其實 它 就是跟 Ctrl F 是差不多的功能 大家可以在上面搜尋 那不過呢 我這個要稍微再做更進階一點 就是 它除了會把 找到的字 highlight起來 這邊你可以輸入 不管是 一個字啊 或者 一段 一段文字都可以 它也不一定要 不一定是 真的要有一個連結 你也可以是一句話 或者 一整段 什麼什麼文字都可以 反正它 就跟Ctrl F 一樣 搜尋什麼都可以 那除了 會幫你 highlight 之外 它 每一段還會告訴你 就是 它出現幾次 那 這個待會也是一樣 實際Demo 會給大家看 那基本上它就是 Ctrl F 我稍微再做一些功能 就是 這邊會把搜尋到的結果 把它 highlight 出來 然後 還會告訴你 它要侵限幾次 好那再來是 介紹一下這個 個人起要的 設定功能 那就是 我這個系統呢 有一些功能是 大家在使用上 可以做一些設定的 那這個設定就是 螢幕左上方 那待會再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有點因為它背景是黑色 那就是你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跳出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彈窗 那這個彈窗就是個人起要設定 那它有一些東西可以設定 像是日夜模式 文字大成 然後 是不是要開啟 多聽 這幾項 那後面幾項我待會會跟大家再一個一個介紹 那還有要不要顯示對應符號 然後說明書要不要什麼 同步 highlight 然後 是不是要窮的之類 這個 這個後面幾項會 一個一個一個跟大家介紹 那 上面應該很清楚 就是日夜模式 那 所謂日夜模式就是 就是 就是 通常我們網頁可能在白天的時候 它是 白底黑字 這個叫字 那夜的話就是到了晚上會變成黑底白字 所以這個 這個供大家選擇 所以你可以調 你要看你要哪一種模式 那另外還有文字大小 就是 大中小 看你要不要加大都變小 OK 所以上面這兩個很直觀 那 下面部分呢待會被 第一一跟大家介紹 好就先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 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原件互動功能 那這個互動功能的 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在個人起要設定 就是剛面頁的上 他有一項是 說明書 整理專的範圍 所有構建 接全部 標準 highlight 就是如果你點4的話呢 他就會啟動這個互動功能 那一旦啟動 啟動互動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系統是分 左半部跟右半部 所以 一旦你這個系統 就是你這個 點4之後呢 他的左半部跟右半部 就會 同步highlight 也就是說 假設你點 那個2中框的時候 他除了左邊會highlight之外 他右邊 右邊這邊都會 也會一起highlight 就是讓他同步 如果有這個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左右一起 這樣 這樣看會比較方便 OK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的這個 就是反正同步標準的功能 如果你點開的話 他就 他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 如果你需要 更改全部標準的時候 點選開啟標準 或者關閉標準 就可以 同時把所有的標準 開啟或關閉 那其實就是 現在大家看到左邊這個圖 就是 這邊有個 現在是開啟 就是你點下去開啟之後呢 他就會全亮 也就是 大家一開始看到的形式 就是 他就會把全部的highlight都打開了 那 你也可以再點一次關閉 你點完關閉之後呢 他就會全部都 全部都沒有highlight 就是他就是一次性的動作 OK 好那剛才 剛才跟大家講的 就是在這個 個人喜好設定裡面 那我剛講就是 說明書 什麼 原件是不是要同步標準 那就是 就是這張圖上面的 這個東西 對那剛才 如果你點是的話 就會有 剛才介紹的一些功能 所以就是 大家可以在這邊設定 好那再來是 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身體專利範圍的構建 他會標註符號 那 這邊就是說 如果你在喜好設定 你把 請求向原件 顯示對應符號 這個 這個選項 你把它打 你要選是的話 那每一個請求向的 構建 他都會標註對應的符號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下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 請求向裡面 每一個原件 他後面都加了這個 符號 那這個符號 在 Word檔上面是沒有的 就是大家 大家不要想說是不是因為 Word檔提供 其實是沒有的 那這些符號呢 都是我的系統 去符號說明 去搜尋之後呢 如果有對應的符號 你就會把顯示在 就是 顯示在每個構建的右邊 就是在加一個符號 所以就是如大家所看到的 這樣的情況 那 一樣就是 如果你要看到 如果你想要看到 每個原件的符號的話 你就是在 喜好設定那邊 你把那個 請求向原件 就是對應 就是如這一頁所示 大家就是把這個打開 OK 目前是 就是你要 你按示 你按示之後呢 剛才 你就會看到剛才這一頁的畫面 就是每個原件後面都會再加上 符號 這樣 那包括上面的原件 就是 還有 還有這個請求向有沒有介入線型內容 就是他都一起顯示 就如果 如果查得到的話 就是有些構建會沒有符號 那 只要這個原件他是在符號說明有出現過的 有給符號的話呢 那這邊就會 這邊就會顯示 就像大家現在看到的 好就是把這個打勾就好 這個顯示的話 他就會 他就會顯示 我先讓大家看看 好那再來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 所謂的 閱讀模式功能 那 之所以要這個功能就是 因為我們自己審查官有些人他是希望說他在審查的時候呢 不要就是 畫面上不要寫太多東西 因為有時候 可能想要一個乾淨的畫面 那 這個系統給我做 那這個就是 純文字閱讀功能 那就是像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功能 那 應該說除了乾淨之外呢 他還有個目的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在 以我們審查官為例 我們在 審查案子的時候呢 我們會希望 一邊是說明書 然後一邊是申請專業範圍 因為這樣我們可以做內容的敵對 所以 應該說這個模式主要的目的呢 除了第一個 就是 顯示文字之外 再來就是 他把 說明書跟申請專業範圍 放在同一個畫面 這樣大家就可以左右這樣 左右這樣對照的看 所以 看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像 像大家看到的這樣子 OK 左邊那邊 除了你可以顯示 心形內容 也可以顯示示式方式 或者你要整份一起顯示都可以 這邊 待會都會demo給大家看 那右邊就是申請專業範圍 所以就是方便大家這樣可以左右對照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剛才是純文字啦 現在他閱讀模式有兩種 一種是純文字閱讀 那另外一種是這個互動式閱讀 那互動式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highlight這些功能都還是留在上面 那也是一樣 這個就音樂而已啊 看 有沒有 看大家有沒有想要繼續保留這個highlight 那反正我兩個模式都做 那剛才是純文字 那現在就是 就是一樣 就是 一樣他就是他一樣會把 match的這些元件都highlight起來 那 大家可以左右這樣對照 就是可以這樣對照的看 好那剛才剛才那些東西的設定就是在這裡 就是一樣在喜好設定啦 然後他有個 閱讀模式是不是要啟用純文字模式 那就是 對你把這個欄位 如果你選 就是倒數第二個 就是是不是要純文字 那如果你選是的話 就是 如果你選是的話 他就不會有這些highlight 就是純粹只是文字 那如果你選否的話 就是他會 他會保留那些highlight 就是 你剛才有上頁看到 就是 那些highlight 就是 現在是按否 那如果你要是的話 就是 就是在上頁 就是純粹只有文字 OK這個就是 就是可以看大家的喜好 或者大家的需情去 可以去做設定 好就在那邊設定 那接下來是有一個叫做 這個預覽模式功能 那這個功能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在請求項 這邊有做一個功能 就是 大家的滑鼠 大家的滑鼠指標 如果在 請求項的時候 你把它移到 只要他這個構件前面 前面是該 或者所述 這些用於 開頭的構件 的上面的時候呢 他就會出現這個提示 叫做Tool Team 那這個Tool Team呢 就會顯示這個構件的 先前位置 跟請求項 那就是如畫面所示 像 我們現在把這個滑鼠移到 其中一個構件 叫做 第一磁鐵 OK就是你把滑鼠 停留在這個畫面上方呢 他就會產生這個 這個提示的 這個提示的訊息 那這個提示的訊息 他會提示一些東西 那我這邊也稍微介紹一下 像第一個是 就是搜尋路徑 搜尋路徑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是請求項1 那所以就是 就是 因為他是獨立項 那之後如果他是副主項 他就會顯示說 OK我的路徑是從 第2項 然後再去往第1項找 那因為目前是獨立項 所以路徑是 就只有原因 那再來第二個是 先前元件所在的請求項 那顧迷思義就是 就是如上面說 他先前的元件在哪個位置 那他也一樣是在請求項1 所以這邊是1 那再來是先前元件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東西叫做第1實體 所以先前這個元件他也叫做第1實體 OK那最後是先前內容 那先前內容就是我會截取 這一段就是 先前元件 先前元件我會把它的所在位置 把它前後再截取一段話 好就是方便大家尋找 就是 大家會看到 但是 就是會把那一段話 稍微截取一段 讓大家看 就是 他的確有找到 就像這樣 那他會用 他怎麼會用綠色海藍 就是第1實體 就給大家看說他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要找的話會比較方便 這樣 好 那這個功能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開啟拖替的功能 要不要 就是要不要開啟 除4 OK 如果你有點4的話 那就是你只要滑鼠移到這個構件的上面之後呢 他就會 他就會有這個提示進行跑出來 那這個功能就是在這個地方設定 就是 請求向開始提示工具 就是你多點4 就會出現剛才上一張圖的 就這個介紹 他就會投入這個 提示訊息 那剛才 講的都是一些基本的功能 那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些比較 就是進階的功能 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真列元件名稱 以及符號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 就是大家可以在螢幕 就是左邊這張圖 左邊這張圖 他是代表圖 之符號簡單說明 那在這個畫面的右下角 他有一個新增按鈕 就是新增按鈕 那只要你點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手動的去新增 就是手動的去新增你的代表符字 但是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就是右邊這張圖的方式 你點下去新增之後你就可以輸入符號 跟代表人件名稱 然後你輸入完之後就可以按 確認 對像這樣 對 然後就下一頁 確認完之後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你剛才新增的元件 就是擺在他的最下面 就是剛才是312的電源燈 這個是新增元件 那你就可以先預覽一下 那如果沒問題之後呢 你就可以給他提取 就中間這個按鈕 然後按下去之後呢 這個系統呢 就會再重新分析一次 那他再重新分析的時候呢 就會把你剛才加入的這個元件 就是編到312號 就會把312號的這個電源燈 一起加到新的這個 這個元件裡面 原本是沒有的 那你現在加上去之後 系統就會 把你剛才新增的這個元件加上去 OK所以他在分析的時候就會 就會多了這個元件 就像大家熟識的這樣子 然後 我這邊提醒一下 就是 我這邊講的修正功能啊 是不會動到大家的握輪 就是我不會去修為大家的握輪 那所以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是不是這樣子我 或者會懷疑我是不是這樣子我會一起把握輪內容修正 那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只有程度我一開始講 這個功能呢 只是先讓大家做一些 修正 修正完之後如果沒問題呢 你再回頭路人去改 所以這個是不會動到大家的握輪 就大家可以用單線 他是 因為我這個是不會附寫你們握輪的膽 OK所以這邊的修正呢 純粹只是 就是 就只是一些邏輯這樣的修正 不是只是 在系統裡面加上這個元件 那我是不會動到你們握輪的 就是多了這個元件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說 我可以這樣分析 會不會跑出問題 這個是 接下來的修正功能後 只是 都不會動到大家的握輪 好那剛才是那個 新增資報 除此之外呢 他也可以新增 說明書 和請求向的功能 那這邊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系統 在新型內容 或者 實施方式的頁面 就是 這邊會有很多段落 那這些段落呢 其實都可以做修改 那修改方式就是 左上角這張圖 對就是左上角這張圖 那 他下面有兩個按鈕 可以是修正的站圖 那 如果你要修正的話 你就點修正 然後修正之後呢 他左下角就會 就會讓你變成可以編輯的模式 那 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 你可以修改他的段落編號 像是0032 你可以修改 或者你也可以修改他下面的內容 OK 修改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 確認 對你就會按確認 然後確認之後呢 他就會跑到 右面這張圖 那右面這張圖 你就可以再 再 再確認一下 那如果確認之後沒問題呢 他 畫面的左上角有一個 全部儲存 OK所以你就點下去 那點下去之後呢 他就會 把這個段落呢 用你剛才修改新的內容 再重新去分析一次 OK所以就是 一樣你確定沒問題之後 你就按全部儲存 然後 這個系統就會重新再分析一次 OK就像這樣 那剛才是那個 剛才是說明書的部分 那說明書可以修改 那同樣的請求項 也可以修改 所以大家如果 大家就是到 申請專業範圍 這個頁面的時候 也是一樣 他也是 每一個請求項的下方 都會有一個修正案 那你點下去之後呢 也是一樣 就會進入到編輯模式 那編輯模式就可以把什麼像內容 再做一些修改完之類的 那修改完之後呢 你再按確認 OK那確認之後一樣 就是 右邊這個畫面 你在確認是沒問題之後呢 你就按全部儲存 OK那 儲存之後呢 也是一樣 他就會依照我們剛才新的 就會依照新的內容 再重新再分析一次 OK那 OK那剛才就是 那 剛才的修正呢 是整段修正 就是 我把整個申請 我把整個那個 申請專業範圍的內容 都重新再修正 那除了可以整段修正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 就是 針對單一元件去修正 那這邊要講到 一個case 這個是 這個case的原因就是 假設我這個系統呢 沒有辦法抓起正確長度的 請求項鍵 那就是 下面這樣子 就是有個構建叫做 真舌 以及 成 翻新排列 這個是我系統抓到的文字 那 如果你發現說他抓了這個 連接名稱太長 或者太短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在系統上做修正 那我直接給大家介紹一下 像是 上面這個真舌 這個真舌呢 我系統是抓到 真舌兩個字 那其實呢 他抓的字是 太短 因為他的全名應該叫做 多真舌結構 就是 對 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實 應該要抓到的是這個 但是 因為他可能同時又有做這叫真舌 所以導致系統會判斷成 這個比較短的 叫做真舌 好那但是 那一樣這個是第一個文字 這個是抓太短 那第二個 case 是抓太長 就是下面 就是 下面可以看到他系統抓了五個字 叫做成 環境排列 那當然我們對我們 我們自己看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應該只有四個字而已 叫做環境排列 但是因為沒辦法 因為對電腦來說 他在 抓文字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判斷理議 所以 才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那 所以 一旦有這種 就是 抓取的文字 抓取的構件 太長或太短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就可以 單底針對 某個元件去修改 那修改方式就是在 就是在每個構件上面 你就點兩下 左鍵點兩下 他就可以進行修改 就是像大家看到這個有個真蛇跟成環境排列 你就 在畫面上面點兩下就可以修改 好那這邊有我們課長稍微 給他示範一下 好這邊 就是說 我先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部分就是剛剛 對你講的那個 可以 握著裡面 有這個 太沒辦法太短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那個 生理中心範圍 那生理中心範圍的部分呢 這個有看到 成環境排列的導磁片 那這個照理講是說 如果說他真的要去辨識的話 他可能會把整 把它辨識起來 當作一個構件 那事實上呢 那個構件是叫做導磁片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這個 試一下 這個是地底 先把它關起來 這個 這個 把它拉過 把它拉過 好 那進來了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就直接看 剛剛心理中心範圍 對不對 他就 辨識的會比較長 那照一講 我們要 實際的固定應該叫做導磁片 那這 這裡面可能應該要有一個導磁片 40D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導磁片 對不對 這個叫導磁片 那 因為這個部分 如果說辨識太長的話 我們就是按兩下 按兩下以後 他會出現一個 對話光 那 這部分就用手動去 把它 那個太長的部分把它修 修到正確的 狀況 你可以左拉拉 又拉拉 拉到這邊 變成一個導磁片 導磁片的部分 因為他這個下面有兩個 兩個都是有 成環境排列的導磁片 所以你可以說 套用全部的元件 打勾 確定以後 然後呢 再怎麼樣 全部 這邊 這邊有個全部 儲存完以後 剛剛不是有個 叉叉嗎 現在已經沒有了 有沒有 那這邊 陳環境排列的導磁片 已經修正 那兩個都修正 因為剛才放了兩個 這邊有修正 那另外一個是在 這邊 這總共兩個都修正完畢 那它修正完畢 就是說 不是說我這邊修正完畢就好 它是整個 在整份的線 再重新再跑一次 針對你修正的部分 如果說 其他比如說 譬如生理不專業範圍 經營內容之方式 有寫說 成分 因為懷裂的導磁片 通通都會修正 是這個意思 報紙這個畫面 我再聽一下 因為我這邊要介紹一下 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畫面 有 有不同的呈現方式 大家會看到 有些構建是用這種 方形的方式 就是它的外框 有些是方形的 那有些是這種 橢圓形的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有什麼區別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 就是方形的 那 那個在 我們先看方形 那方形的意思呢 就是這個構建 它前面有 所數兩個字 或者 就是大家會 就是 所數啊 該啊 上數 前數 這種 只要你這個元件 前面有這種 用語的話 那它後面這個構建 就會用方形去表示 那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專業就是 當你前面是 就是如果你是 所數 某某構構建 那代表的是這個構建 它前面要提借過 所以 所以只要你的 這個構建 它的前面的 前面是 所數兩個字的話 或者前數上去都一樣 只要是這些用語開頭的話呢 那它就會用方形去 用方形來表示 所以就是 如不上這個 上科體 上科體 它前面是 所數上科體 所以 如果這個元件 它前面有的 所數兩個字 它就會用框框提借 那 所以剛才那個 抓得太長 或者太短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因為我都是從 鎖數後面開始抓的 就是像剛才那個 鎖數乘環心排列 但是因為有些時候 可能大部分中寫法 所以 就會導致系統誤判 它就會把 鎖數後面的東西 全部都當成是 同一個 就會當成是構建 所以 一開始才會把 乘環心排列 導磁片 全部都把它抓到 那 這個 對 所以 這邊就先跟大家講一下 只要你 你的這個構建前面有 鎖數兩個字的話呢 就會用這種方形的方式去呈現 那 剛才可以看到 就是你把滑鼠移到這個方形的構建上面 就像這樣 對 你就稍微停一下 它就會跑出這個 提示訊息 就是我剛才有提到的 那這個提示訊息 依序就會告訴你說 OK 它的路徑 因為它目前是獨立項 所以路徑就是 那再來就是先前構 先前的位置在哪裡 那一樣它先前位置也是在立下 那先前的元件呢 它有一樣的名字叫做上科體 那還有一套先前內容 先前內容就是把 就是把先前元件的前後再各截取一段話 就是把內段話 抓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 就是方便大家去檢查 就是OK它的確前面有出現過 OK所以它這邊 這個就是提示訊息 那就是剛才在設定那邊 如果你有開啟的話 那設定就是剛才那個上面按 點下去之後這邊就可以設定 像 對像 剛剛看一下日夜模式 反正這邊它都是隨時可以互動的 就是像它這個就變暗 這個就是日夜模式 那它用什麼文字 好這個就 這個就不一介紹 反正這個單都介紹過 那什麼文字也都 直接看 大家看不懂 那 一樣就是 就是這邊有很多 這邊有些可以調整的 那剛才這個 這個2 tip第3個就是上面做的第3個 就是如果你開啟的話就會有 那如果你關掉的話就會沒有 像這樣 OK 所以就是一大喜好 如果你想要看到這個提示公圈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 你不想要就可以把它關掉 那如果你想要就把它打開 就是這樣 然後 不好意思還沒玩 因為剛才有什麼方形 那 除了方形之外呢 還有圓形 就是 就是像 像是 應該是第2行 滑鼠主體 這個是圓形 或者接下來 後面都有 那 這個橢圓形的意思是什麼 橢圓形的意思就代表說 它是被引用的 被引用的構建 例如說我看第1個有個叫上科T 就是第3行有個 所述上科T 上科T 上科T我剛才講過它是方形 因為它前面有個所述 那一旦前面有所述 我就要往前找 我就要看上科T前面有沒有出現過 OK 的確它前面有出現過 那前面出現的這個上科T 我就會用這個橢圓形去表示 就是大家看到的 現在這個上科T3號 OK 因為它是被 被找到的元件 所以 這邊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有方形跟橢圓形 方形的就是 每一個所述的後面 那個構建就是方形 像下面那個 彈出機構也是一樣 彈出機構也是方形 那 彈出機構 它被引用的 就是前面有出現過的 就是 就是這個 它就是橢圓形 OK 那 其他東西以此被推 都是同樣的 同樣的道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有 方形跟那個 橢圓形 那 有些 前面有加 N 英文字母N 那個是主要構建的意思 我這邊有加一個N 那這個是因為 因為我們心情要判斷那個連接關係 待會 待會也會有一個 案子 是連接關係的案子 但是 目前這邊先 先跟大家講 那個N 那個N的意思是 連接關係的意思 好 所以這一頁 應該 大概 差不多該講 就是 如果大家想知道為什麼有方形 有橢圓形的話 就是 方形是 所述開頭的 那個是方形 那橢圓形的話呢 是前面被找到的那個構建 就會是橢圓形 OK 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剛才修正 就是 讓這個剛才都講過 這邊 這邊我在補充一點 因為剛才 我們就直接修正 那 修正還有一些細節的東西可以調整 像是 最上面那個是可選取的文字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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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還是會限制一下 因為不然 就是 萬有現在拉 一次修正太多了 所以 我這邊會截取一段話 讓大家可以去調整他的長度 那你選取的就是這個 被黃色highlight進來 就是對 就是那個 現在你選了 就是這個 那他這邊有四個按鈕 就是 第一個 他有四個按鈕 左邊的兩按鈕 是控 是控制他的 其實位置 OK 右邊的兩按鈕 是 就是他的 終點位置 反正就是 左拉右拉 就是 左邊拉一下 右邊拉一下 把他調到適當的長度 OK 他 我每個按鈕都介紹一下 然後他還有一個叫做 選取的文字 就是 上面那個 黃色highlight那段文字 就是選取文字 那 這邊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 對應的 元件名稱號 那 這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 我們在寫的時候 可能會用一些縮寫 例如說 假設 我在請求項說 假設有個元件叫做 假設有一個元件叫做 應用程式 那 你可能說 你可能在請求項提到 應用程式 但是呢 你可能在後面 你可能會說 該程式 就是你不會把應用程式 四個字都寫出來 你可能就直接寫 該程式 那這個時候 程式兩字 但是我們不知道 他到底這個程式 是對哪一個 就是這種縮寫的情況 所以你可能 實際上你要match的字 是叫做 應用程式 那如果有這個 Case發生的時候 就是你在那個 對應的元件名稱 就是你選取 是選取 程式 但是 你在對應的元件名稱 其實你要選 應用程式 這樣子他會去往前找 往前找 看有沒有一個東西 叫應用程式 那你這個Case是沒有 因為就是 就是一樣 但是我這邊要講的就是 假設有這種情況發生 OK就是 你該 該程式 但這個程式 其實是縮寫 你要找的是應用程式 如果有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這邊就可以 輸入 就是 就是對應的元件名稱 你就可以輸入 他到底要找什麼東西 OK 那 如果你不調他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 你這邊選擇 他就做了什麼 那最後是 套用字全部元件 我們剛才是 這個有打勾 那這個打勾的意思就是 他會把整份 應該說整個 起求向裡面 全部 同樣的東西呢 都一起做修改 那如果你不想要這個 如果你只想要修改 其中一個 那你這個就不要打勾 所以你打勾的話 他就全部 像剛才大家看到的 全部的這個 環形排列 他會全部一起修改 如果你不打勾就只會針對單一內的 去修改 OK這個就是 就是套用字全部的 意思 那這個 都給大家看過 那這個 這個流程大家都看過 反正就是 再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在那個 畫面 的那個 就是你修改完之後呢 他這邊就會變成 就會稍微變一下 顏色 那你可以 看一下 你修正的元件 這樣 然後 沒問題的話 就要來全部儲存 OK 那全部儲存完之後呢 他 他這邊就會 就是右邊那個就是修改 所以他原本有兩個錯誤啦 現在那個 左邊那個真實的 已經不見了 OK 那右邊的人這邊 右邊我就稍微提起 大家會想說 這個環形排列前面不是出現過嗎 看看前面很像 有 命運出現 有有 大家 這個有點小 這邊叫做環形排列嘛 大家可能眼睛比較好 會看到說 這個不是一樣嗎 可是這個字不一樣 他其實上面 他前面是寫環狀排列 我這邊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 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 就是為什麼要有這個程式 很多時候我們在 人眼看的時候 不管是神案 或者大家在寫的時候 有時候會知道我們就是 剛好一個字寫錯或打錯的時候 那這種情況呢 其實人眼是很容易弄掉的 就這邊是環形排列 可是前面有一個東西叫 環狀排列 剛好 剛好差一個字 但是差一個字呢 對信仰環狀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邊才會發現說 環形排列是找不到的 因為他前面就真的沒有環形排列 他那個 他那個很像 但是他就叫做環狀排列 所以這邊就是 就是 待會兒好像還是有 也是有差不多的 就是那個 都長得很像的 但是我這個系統 就是都會把你抓出來 所以這邊是 另外再舉其中的例子就是 他名稱看起來真的很像 如果你真的用肉眼看 其實剛好一掃多去 你根本不會抓到 但是 這個系統 就是 因為電腦 他就是 對他來說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所以他就會 都把你抓出來 OK 就是 有點小 但是如果大家 仔細看 其實 因為他手上如果有檢定的話是看不到的 他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OK所以他這邊才會抓不到 那我們再看個檢核吧 那OK 我們把第四個檢核 現在我們再休息一下好了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檢核功能 他有哪些可以檢核 好那他有 系統檢核項目以及 對應法規 那這個 這個 比較是 介紹的 這個大家可能 這一張張都能了解 所以我們就很快就過過一下 那這邊系統檢核項目的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有這幾項 第一個是 就是他會檢核哪些 他會檢核 符號簡單說明 跟代表圖符號簡單說明 跟實施方式 還有信息內容 還有身體專業範圍 那他會檢核的東西包括 第一個用語不一致 符號不一致 然後符號重複 然後實施方式的 同時也用錯誤 就是例如說 突一突二 假設你那邊沒有 突一錯的話 這邊就會把你抓到 OK 那單位都有案子 那原住民用語 是我們親家的一項目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 有一些原住民的申請案件 那這個 如果有一些原住民的用語 這邊也會特別把他 把他 highlight 起來 就是 這不算錯誤 這只是純粹是一個提琴 OK 就是會抓這些東西 那最後 那再來是申請專利範圍 就是我們再把他特別拉出來 因為申請專利範圍要抓的東西 只有很多種 那申請專利範圍 就可以抓這幾些 像是依附在請請留下 然後是不是有多付多的問題 然後選擇事為之 單據為之 然後不當依附 然後先行詞 然後 符號有沒有至於刮圖內 然後標記名稱有沒有一致 對然後再來是標記名稱是不是跟專利名稱相符 那什麼引用記載形勢獨立相識模仿 就是有這麼多種啊 這些人待會都會有實際的案例給大家看 OK 所以這個不是我說所以 這個是待會真的有實際的案例會給大家看 就是上面 現在這個畫面上提到的每一個檢查項目 都會 待會會實際給大家看一次 所以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這邊對於法規真的很快帶過 因為大家可能對法律的了解都沒有害羞 那就是 反正他們就特別違反 關於法律法系的哪一項 避體款避體款這邊 大家稍微記一下 那這邊提一下 那剛才是說明書這邊是設計專頁發表 就特別對應到這些法規 大家就很快的看一下 來看一下 那我剛約一個小時了 我就想先讓大家休息一下 那各位大家好 那我們就繼續 繼續說明書這張信號 那 接下來就是 我覺得算是重頭戲啦 因為剛才大家都聽我講 我不知道 到底這個信號是 是真的還假 那接下來第五章呢 就是我會用實際的案例說明 那這邊呢 我會把每個案例都跑過一次 那這邊就 都會有實際的案例 而且實際的案例其實跟畫面 就稍微不一樣 因為 不然的話會覺得 是不是我們都已經set好 其實沒有 這個系統都已經做出來了 那 所以 待會的實際案例呢 我們會用 一樣真的case 然後會稍微跟 那個 上面的GPG上面有點不一樣 那 因為就是要給大家看說 這些是 可以handle各種不同狀況 那 這邊有幾個 有以下的案例 我就大概 反正就是 名稱用的不一致 然後代表題跟 我覺得我先表面 不然待會一個一個大家就會看到 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 蠻多個 會給大家看 那 接下來就是會把每個 這邊案例說明的每個case 待會都會一一講解過 那也都會有實際的案例 去讓大家看 好那 我們就 有話很多時候 我們就直接 從第一個開始看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檢查的東西呢 叫做 名稱用語 或符號 顧一字 那這個問題就是 就是在 上面說的 說明書裡面 所述的 原件 是不是跟 符號說明 或代表圖 符號說明的 原件 其名稱用語 顧一字 那這邊我們先看一下 畫面上來 就是 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東西叫做彈簧機構 它是電號四號 那一樣它這邊可以開來起來 它是原件名稱不一樣 它是 那這邊的問題 是 大家可以看到符號說明 OK 符號說明呢 它這邊叫做彈粗機構 OK所以這個case 就是我剛才講 它是 其實它很像 彈粗跟彈簧 有時候我們真的肉眼一看 就可以過去了 但是 機器它是 電腦它是很不敢 只要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所以 以這個case來說呢 它是名稱用語不一致 OK那 所以呢 這邊就會抓到 就是像這個 彈簧機構式 那 但是它在符號說明呢 它是彈簧機構的電腦式 OK 所以它 以這個case來說 它是名稱不一致的問題 好那我們看一下實際ID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這裡面有個電號 這裡面的電號 這是第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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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了要能夠那個方便 能夠講述 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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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彈簧機構是 4 電號4 那各位可以去回到這個說明書的最佳文明的 佛奧說明 還記得嗎 這邊 這邊 這裡名稱不對 對不對 剛剛那個叫做 上 剛剛那個是上格級嗎 對 剛剛那個叫 彈簧機構 對不對 這個名稱不對 剛剛那個是上格級 那個 符號不對 對吧 這個是實際 各位看一下這個 這個 好那我等一下就直接拉過去看 把新卡關掉 好就這個 這個是 編號 編號1 把編號1的把它拉進來 這個我們直接拉進來 好拉進來以後我們看一下那個式的方式 這邊有打XX對不對 剛剛就是 這邊可以看到 上格級 應該 311 它就直接標錯了 這邊有錯 是什麼 台網機構 那 原來是3嘛 對不對 上格級是3嘛 那台網機構是什麼 他是 他是平成錯 平成錯 對不對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實際上 到時候 都會在測試的時候 就是這樣 他直接會把 狀況 跟都會講 其實他有個圖示 順便你講這樣 等一下會講 OK OK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名稱用語 或者符號 不一記 剛才大家看到 有一個是 上格級是 符號不一記 那 彈出機構 彈簧機構 那個是 一個是符號不一記 一個是用語不一記 所以這兩個都會 都會抓出來 好 這是第一個 那 反正就這個 剛才大家都看過 就是 剛才一個是 名稱不一記 那一個是 符號不一記 就這邊 上格級他 就是申請專頁 上格級是 編號31嘛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符號說明 他是 編號31 OK 所以他的那個 名稱用語不一記 就是他的符號不一記 好 一樣 第 一樣是那個 剛剛是看的是 十字豐生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方法 同一個 就在這裡 有沒有 聲音專頁方法 他也會 也會標 那他這個叫做 第1 第1 第1個題 3 對不對 他這邊 所以他 除了實施方式 他會辨識之外 聲音專頁方法 他也會辨識 所以整個說明書 他就會辨識 所以 這個就是 就是我看 因為同一個檔案 我就不拉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剛才那個貼紙 再來這個是代表圖的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 和符號說明 那他檢查就是說 代表圖之符號簡單說明的構建 是不是有出現在符號說明中 所以像左邊這個是代表圖 因為通常代表圖也是其中一張圖 所以照理說代表圖上面的這個 這個連接 他應該在符號說明也要修建過 所以這可以說 他這個 左邊 編號十這個連接件 但是呢 他在符號說明是找不到這個 編號十連接件 那他這邊狀態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欄文右邊的狀態 他就會告訴我們說 連接不在符號說明中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 這邊狀態會告訴我們一些錯誤的訊息 那我這邊示範給各位看 第2個案例 上個題 第2個案例 第1個也第2個 這個民眾不一樣 再來 就是 所以 剛剛第3個也有下個在這個 這個符號說明裡面 然後再看 等一下我們就有形式做 那等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 第一個 剛剛看到第1個 第2個 你跟上個 底下個是不一致 是沒錯 那剛剛課程有講到 這個連接不在 國號說明中 不到 國號說明中 是其中 那因為不一致 都會貼 就是像上下課題 對 那剛剛 裡面注意看 我們再打開看一下 下面 就是這個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不在 零一鍵 對不起 零接 是 421 就是說這個 這個 這個 它反應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的421 沒有在這個 國號說明裡面 就是我這邊的421 這邊有421 好 這邊有個421 我用不起來了 就這邊421 它沒有在這個 國號說明裡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確實沒有 421下面就是 12 後面就是 沒有421 它的問題點在這裡 現在怎麼放 就是這一段 就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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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是 還會檢查 就是 符號重複的問題 像 我們看一下左邊這張圖 它是 這個是同一個貼面 只是因為它太長了 分成兩張圖 它 它這邊 我不知道 應該 就是反正它是 符號重複或者代表屏 只是符號重複 它是同一個畫面 只是我們切兩張圖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 符號編 編號43號 第一磁鐵 但是呢 它同一個區域呢 又出現另外一個43號 叫做第二磁鐵 那一樣這個的話 也會被 這個系統檢查出來 因為符號 照理說 不應該是 同一個符號 但是兩個構建 所以 第二次出現的時候 第二磁鐵在那邊 它就會寫 符號重複 就大家可以看到 它那個訊息 這邊就會寫 符號重複 好 那這個 就一樣的檔案 用檔案 直接 開出來給各位看 就這一塊 就這個 就這個 上面應該用43號 叫做第1磁鐵 這邊怎麼會有43號 第2磁鐵 44已經第2磁鐵了 但是下面沒有44第3磁鐵的東西 它為什麼會被判斷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 寫的部分都寫重複 不知道 大概是這樣 它就是說你原來43 跟這個43 到底講只能說我43只有一個名稱嗎 你現在變成一個 一個符號有兩個名稱 就是綠粒蛇 所以它會把這個第2個符號 這個名稱把它標示出來 這個是看符號 就是有充 就是43它出現兩次 至於它名字是什麼 我們這個是看符號 這個是看符號 同樣變到43 但是它出現兩次 就是 系統就會檢查 它是符號傳遞 再來這個是 原件名稱不一致 也是一樣 它就是 在代表同時符號簡單說明 跟符號說明的 構建名稱不一致 那以這個case來說就是 符號說明它編號1叫做第1個符 但是呢 在代表同時符號說明 它的編號1能是下個符 那編號3也是一樣 左邊是第2個符 但是右邊邊是上個符 那如果這種不一致的情況發現 就是 其實我兩邊都會 兩邊都會提示 就是不管是符號說明或者代表圖 就是兩邊都一起名字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左邊這邊符號說明 就會給你講說 你主要代表圖的名稱不一致 那到底右邊呢 就會告訴你 它與符號說明 同樣的名字 所以這樣 這樣大家比對就比較快 OK 這邊你看一下 其實剛剛你們看過 同件 第1個題 第2個題 第3嗎 第3個題 第3個題 這個是檢查同樣的符號 但是它 它對應的名稱是不一致的 所以 它是針對這個錯誤去檢查 好 這個我剛剛也有想想 這個案子 這個叫做圖號不一致的問題 那 圖號不一致呢 就是 像上面說 新型內容實施方式 就是 大家可能在裡面會引用圖示 譬如說圖一圖二圖三 這樣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去 圖示簡單說明去選擇 像以這個案子來說呢 它有 它有這麼多張 圖一 我不知道圖幾個 它有很多的圖 那 但是呢 你在那個 實施方式裡面呢 實施方式裡面 你這邊寫圖2A 所以表示你用到圖2A這張圖 但是呢 在圖示簡單說明裡面 它是沒有圖2A的 那當然啦 有些人會覺得說圖2A 應該也算是圖2的一種 但是 我這個系統是重研處理 重研處理 所以 對我來說呢 反正只要不一致 譬如說我找不到2A這張圖的話 就算是不一致 那實際情況就 因人而已啦 但是我這個系統就是 重研處理 所以 以這個case來說呢 就會被認為是圖號不一致 好 那我們試一下 我們圖4這邊是圖1圖2 一直到 圖3 那這邊有圖2 好 那這邊中間 有個圖2就是這個 圖2 我們把它拉進去看一下 這是第1 第1個 好 這是 這個圖4 沒有圖4A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 常常也是有人會寫錯 但是說 除了剛剛特琳講說 也許是認為對 可是就是 也有可能會寫錯 真正的寫錯 寫錯的話 你這個 參考的圖示 不是在這個圖示裡面 這個東西就是 機器幫你 幫你 幫你 大概是這樣 那這樣看下來 這個是 比較明顯的錯誤 但是我們也是一樣會抓 就是 附屬項 未依附在前 或 未依附在前之 獨一項 或附屬項 那這個很明顯 就是 以這個Case來說 他是 他是第二項 他是附屬項 請了項而是附屬項 結果呢 他又依附自己 就 他請了項而 但是他又說 如警求項 2所說 是不是 然後所以 這個 也是很明顯的錯誤啦 但是那些信用都會幫你抓出來 就是 那 下面有一些附帶的錯誤 這就是因為他 依附錯誤的環情 所以導致都抓不到 那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的 我實際上去給大家看 好我把這個範圍給出來 直接看這個信用真實 這是第3號 好這個就是 請教2 衣服請教2 如果說你衣服往後面一樣 等下直接放 不要說我都是set out 這邊就是 先 先 好 各位先看一下 有看到嗎 喔 這是 我請教2所塑 這是 我請教2所塑 這個就不行 衣護不能衣護自己 那我等一下馬上改 馬上改 我現在都沒改 現在都沒改 我現在馬上改了 馬上出 這個是 第三個 往後衣服可以嗎 然後我就直接拉過 這是4吧 我剛剛改過 我不是 不是時機 時機在跑 不是在那邊 這個時機上 你往後衣服他照樣一樣 對 那當然只能往前 大概這樣 就是示範給我看 那還有其他問題 就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 那談論就是 第一個就告訴你說 請求像 你不能往後衣服 就是不存在這樣 好 好 好 那再來講 這個就是 如果用水平工作會很麻煩 但是這個 都為大家做出這個功能 這個是多項附屬項直接 或間接 多項附屬項的問題 好 一樣 就是這邊 這邊給大家 用時機班人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先看左上方這張圖 左上方這張圖 它是請求像3 然後它是說 請求像1或2的按壓式比具 那首先這個畫面有跟大家講 就是 我講一下我這個畫面 就是請求像種類呢 我不光告訴你它是附屬項 我還告訴你是多項附屬項 就這邊拉給它 然後它會告訴你1和2這樣 就是我這邊畫面都會告訴你 好 再來我們就看請求像第四項 它也是附屬項 那第四項呢 它一定是第三項 OK 所以它這邊告訴你是第三項 但是 好 那我們看一樣第五項 那第五項呢 它也是多項附屬項 OK 因為它這邊是寫請求項1至4 請求項1至4 那它就是1-1-2-3-4 好 那這邊有兩個問題 就是1-2-3-4 所以我們要檢查四個附屬項 那其中呢 我們看1至4 那我們先看請求項3好了 就是左上方式 那首先請求項5是附屬項 是多項附屬項 這個大家都看到 但是呢 請求項3呢 它也是多項附屬項 OK 所以這個就是直接 多項附屬項 直接依附多項附屬項的問題 OK 就是 就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1-1至4嘛 所以1至4往每個都看 那其中的第三項呢 第三項它是 依請求項1至2 所以它是多項附屬項 OK 所以這個是直接依附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l第一個就是 請求項3是多項附屬項 直接依附多項附屬項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同樣的 那因為1至4嘛 所以第三項檢查 我們看第四項 那第四項呢 乍看直項好像沒問題 因為第四項它就是純粹附屬項 它不是多項附屬項 可是呢第四項又要依附第三項 OK 所以我又回到第三項 結果我們發現第三項呢 它又是多項附屬項 所以呢 這個就叫做多項附屬項 間接依附 多項附屬項 的問題 所以這邊呢 Aero訊息有兩個 那這邊我也告訴你 其中一個是 直接移植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間接移植 就這邊倒有差一個字 如果大家趕快要仔細看一下 這邊的錯誤告訴你 上面的是直接移植的 那下面的是間接移植的 所以我這邊也會告訴你 到底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問題 就方便大家去找 OK 那這個也是要 我們就看一下實際的案子 我們把那個 檔案打給第四個 直接看錯 先不小心放 好 這個就剛剛看到了 這個 這個當然是很近 這個之間 多項附屬項 跟多項附屬項之間很近 可是如果說你拉到較遠就很難看 知道嗎 如果說各位有信念的話 如果拉得夠遠 我所謂拉過遠 就是時間跟範圍夠多的時候 你就會很難看 瞭解嗎 很難看 非常難看 但是不用 我們電腦力 不要幫你掃描出來 好 然後這部分就是 剛剛講的 你這個是第五項 是多項附屬項 你直接移植 因為它這邊就三或四 這是三 第三項就叫做直接 那這個 三 四呢 三就是直接移植 直接那個多項附屬項 直接的那個多負多項附屬項 直接的那個多負多項附屬項 那這個第四項呢 就是間接 經過這個跳板到這邊 所以是間接 那我們看一下 第四號 好 好 各位可以印證一下 剛剛第三項是所謂的多項附屬項 第四項是依附第三項 這剛剛也沒有講過 然後呢 第五項呢 是什麼 依附三或四 就剛剛 那個模樣 所以 它在 這個顯示訊息上面 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錯誤區 超誤區 講說 這個很傾向的部分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叫做直接移附 因為你依附 直接移附 直接移附第三項 然後另外一個是 經過這個第四項跳板 到第四項 第三項 所以它就間接 一個 所以它把手機都被移附 所以 大概是這樣 好 那 接下來下一個是附屬項 如果有一個多項 副屬項的時候 沒有以選擇式為之 那 這個 就像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個範例 就是 它 這邊是直接寫 如項項一至三 就是 按照規定的 如果是這種寫法的話 我們要寫 如項項一至三 任項項順之化 但是它這邊就直接寫 一至三 所以 這種寫法就是 沒有以選擇式為之 那 對 那 好 也是要我們看看實際案 我們 第一次號 我們 第一次號 同樣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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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六四七 六四七 那我如果拉U 第四個 那時候等下 都一樣 直接就再改一次 這個 下面 這沒問題吧 六四七 這個是 位 位選擇式為之 這個就是多項目 位選擇式為之 那把它改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只有字嗎 不是 改一下 好 對 有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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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有嗎 一樣 要對嗎 這是保障嗎 這不行對不對 這厲害 H也有 我們把所有的有可能的狀況通通都放上去 所以不是說 就只有那個形態 因為我們測試很多件 看過很多種 想得到想不到 都會有 甚至我們還會想說 有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通通通放進去 所以這個系統 不是單單就是 同一個狀況 很多狀況 有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通通會才會有 大概是這樣 好 那 我們就看下一個 這個問題是為以單區為之 單區為之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我們規定說 第一個就是據點一定要 好像哪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整項 生理專案範圍裡面 是據點是不可以出現在據中的 第二個規定是說 就是據點就是那個 那段裡面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標準的話一定要是據點 所以這邊有兩種狀況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個是獨立項 這個獨立項裡面 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都是單區為之 但是第一個問題是有句號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請問 這樣最後一個字 它是分號 這一段裡面最後是分號 它不是句號 這是第一個問題 再來就是它有句號 但是它句號是在據中 就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上面寫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實際翻譯 第五號 這個就是 有關 那幫人家 這個警察運動好緊張 你需要啊 你以為我剛才講 只要亮那個文字夠多 你就看不清楚 知道嗎 我們已經比不過電腦 你只要文字 像這個一看 我還幫各位標示出來 你是看得到 你問一個秘密麻麻一堆字 我都看不太清楚 要算各位 所以 好 那這部分 我們直接試一下 我先把它關起來 拿過來 好 第一個 你看 這個就是 劇中裡面有一個句號 那這個部分因為系統有改 所以它 對 它有提示一下 劇圍的 劇圍的 然後 它在這邊有講 劇中 可以看劇圍 劇圍的 劇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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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來這個是 這個是比較 索碎的東西 但是一樣 就是 請留下的元件 請留下如果你有領用符號的話 你這個符號必須要全部是雲瓜號內 那就是我們下面這個譜說是 這邊有距離D1跟距離D2 那這邊我會把它認為 系統會認為D1跟D2是符號 那但是那如果既然是符號的話 那它就必須要吃雲瓜號內 所以 你這個Case來說就是 D1跟D2他沒有放在瓜 所以 這邊也都會提醒你就是 就是要放在瓜 這個 這個我想還是有人會忘記的 這個就是直接從那個 十字方式裡面 扣過來 但是有時候 十字方式沒關 扣過來就是沒關 有時候會這樣 那但是因為字太多了 原則上就是 字太多 各位都沒辦法查 那怎麼辦呢 那就請 用我們的程式 來幫各位提起困難 好 這兩個是沒有 這其他沒有 對不對 這沒問題 好 好 那我們找到第六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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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部分呢 它因為它 它不是 零件名稱或符號錯誤 所以它不會整個變成紅色 它是用黃色的框框去表示 但它那個 浪的這個地方它會顯示 顯示說你這個 這個符號應該是 要放在框框裡面 好 放在框框裡面 所以它這邊不是 寫字出來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這邊雖然看不清楚 這邊會有 會有 好 那 那現在有一點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會看 這個是因為 如果說 各位的那個 摄影中心範圍會有一個 符號的話 就自動就會不用 等一下我們會用一個 如果摄影中心範圍沒有寫 沒有寫什麼 那 那個 我們這個測試會幫各位標註 那這個有好處 為什麼 在各位在檢查你的那個 技術特徵的時候 你在 這邊就直接 如果假設都沒有寫那個 符號的話 你的比對圖示 那技術特徵就很好比對了 這樣了解嗎 不光是我們 審判官在比對 甚至各位在 check說你的那個 技術特徵有沒有寫錯的時候 別靠比對 這樣了解嗎 好 等一下我們會看 我們先看這個 下面這個 我們看下一個 就是 所依複製情格相的標的名稱不一致 那這個就是 養生理專業範圍附屬相的標的名稱 是不是跟他直接或間接應付的標的名稱不一致 那你這可以講 先 左上角是第一段 一個獨立項 那他叫做一種滑鼠 所以他是滑鼠 那第二個是附屬項 附屬項 他叫做如情而在你所述的滑鼠 所以這也沒問題 他也叫滑鼠 但是我們到頂了 像第三段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這邊是寫 如情而向二所述之滑鼠裝置 那這個時候也是 這個也是算是一種錯誤 所以這邊信友會告訴你 就是 他這個標的名稱叫做滑鼠裝置 那跟第二項的滑鼠用語是不一致的 好 那這個我們也是有實際段位 好 換個案子 好 這個叫擺放架 前半一叫擺放架 二三也叫擺放架 這叫四放架 差一個詞對不對 四五 四五差一個詞 這分別分 四五分別是衣服寫向三分一 這兩個不一樣 那可預期這邊是錯的 可預期 好 我們先把它關起來 這個是P7 好像是 對不對 你可以打開 把它關起來 這樣它看起來比較寬一點 好 那這個 你全部打開 這沒問題 我剛剛講看過 自放架 自放架 擺放架對不對 後面這兩個就錯了 看得見嗎 這兩個就錯了 那我這個再改一下 對不對 不過各位覺得說 剛剛有課程講 好 那我這個現場就直接修正 可以 可以 好 好 好 那我去確定 請多出場 第三項就這麼好 記得這個地方 請多出場 可以第三項就錯了 好 好 那我去確定 剛剛改過了 因為它移過它就錯了 這個意思 後面這個融就對了 因為它移過它這個對 這個 對的變錯錯的變對 這樣就對了 這個意思 所以它沒有出現L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部分就是各位有時候打錯次 了解嗎 有時候會打錯一次 但是你用沒有察覺的時候 那系統就幫你 差別出來 幫你 幫你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部分你修改 不會更動到這個 或的 或的 那你事實上你可以 我剛是把錯 對的改錯了 你也可以把 把對的改錯了 那你可以把錯的改錯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是 像是這個 以我們審查官來說 我們會花最多時間的 就是接下來要講的 之類的 第一個是先行詞的問題 那一樣 就是在獨立項裡面的元件 獨立項裡面的元件 如果它前面是什麼 所述啊 該啊 前出真用語的話 那這個元件就必須要在前面要揭露 那這個是先行詞的概念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案例 那這邊我可以看到它 這邊是寫該角座 就是這邊出現很多是角座 該角座它出現了三次 另外下面還有一個叫做第一結合件 OK 它有什麼啊 該 就是第一結合件 它出現兩次 那其實細看之後就會發現 其實這兩個元件 它在前面是沒有出現過的 那大家可能會發現 欸 我們看角座 前面不是也是角座嗎 但是那個角跟後面這個角座的角是不一樣的 它那個可能是簡體字的角 通常都是大陸事情 有時候你破壞的是簡體字 但是反正一樣 因為減盤 對電腦來說就是不一樣的字 所以這邊一樣 系統都會幫你檢查出來 它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很容易漏掉的部分 但是只要是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一樣 反正對電腦來說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邊就是 角座就是找不到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叫做 神鋼品 神鋼品 那個 strategy 就是生魚品 神鋼品 神鋼板 神鋼板 之融 神芋梓 這個很難碎 神鋼板 judgment 神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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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八個 第一個我先跟我講 他已經幫各位標了 我好已經幫各位標好了 這原來是沒有的 各位各位剛剛有看到這個信中的方式沒有詳號 那他是把這個理念的詳號拉進來 往各位標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原來叫做聖鋼 那叫成 成鋼筒 成鋼筒 那這邊是併成王筒 錯一個字 他這邊找不到這個所謂的成王筒這個字 所以他的異位出現 error 找不到的 就是先因此 我想應該是 警察官的時候 常常會 就跟你講 他剛剛 他不是說剛 只有說這個 該 只有該後面或者所述 剛剛前面那個案子 可能各位或是有注意到的話 該等 該什麼東西 他也會 比並不準 等 公公口 20號 上面 勾口 該等什麼 他不會說我等勾口變成一個口號 不會 他就直接跳過 他就把這個通知的口號 正在地上 所以這個 我們是看了 老實講 接近上線的案子 不誇張 真的 看接近上線的 裡面有各式各樣 不同的 當然 我不敢保證 百分之百 但是九成以上都應該都有 有發生過的 都有 我們都會把它 處理 我補充一下 像這個是有該等 有些人等 而且該些 也是一樣 他就會 所以 雖然我剛才說 該後面的元件不會把它抓 但是 我還是會判斷 因為 也許你該跟 元件之間就有一些形容詞 或者比較複詞 量詞之類的東西 這邊也是會稍微做一些 不一定每一個都很準 像 剛才那個案件叫做 都成環形排列 這個就真的比較沒辦法 因為 那個成環形排列 它就是一個形容詞 它也不是什麼量詞 就 那個當然就比較沒辦法 但是 像這種 case 來說 該等 該些 或者該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 但是 我這邊 這邊都有在做一些情侶 所以 不會說該後面 或者所述後面的東西 我就全部把它使用構建 OK 我還是會稍微 check 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有接一些量詞 形容詞之類的 就是 就是像剛才講 就是你這些 case 都該等的溝通 所以 他不會抓成等溝通 他會把它等 就是他會列過等這個字 然後才去抓溝通 OK 所以這邊就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邊都有做一些判斷 不是說 就很單純 看到該是直接抓後面的字 好 如果各位把 如果說你這個符號 你不想要 產生出來的話 這邊一定要 按否 看到了嗎 這個設定裡面 設定裡面的設定 好 那剛才是先行詞 再來是 一樣是很像的 但是這個叫做不當依附 那不當依附發生點 就是 申請專利範圍是 負屬項 剛才是獨立項 現在是負屬項 那他就是屬於不當依附 那 以這個case來說 我們直接看右邊這個 右邊這邊有一個叫做 鎖屬 第三詞節 第三詞節這個構建 他順序是這樣 如果是附屬項的話 我會先往前看 往後就發現 前面沒有的東西叫做第三詞節 那前面找不到 我們就繼續看他的 他依附的情況 像第一項 所以我們就看第一項 那我們第一項掃過之後呢 發現他也沒有 的確沒有第三詞節 那這樣檢查完之後呢 如果都沒有的話 這邊 就會跳出這個錯誤 OK就是 就是 就是他那種依附在先前的 先前內容或者依附的情況下意義之中 OK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Case 第九號 我們看一下 連接鍵 連接 連接呢 在第1項沒有 第1項 一三磁鐵 這1或4都沒有 我們看一下 連接叫421 1項也沒有 沒有 第4項也沒有 第4項也沒有 那我們看一下 第3項也沒有 第2項有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一起 那第3 第3磁鐵也都沒有 各位或是少 仔細看 沒有 沒有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 引機鍵在 1負在第1項是沒有 這是第4項有 對不對 對你半 這樣要不要 那這個是全錯 第3磁鐵 1或4都沒有 好 那我們就試一下 我們可以做什麼 要不要 我們可以做什麼 但是我們需要 我們可以做的 好嗎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我們可以做什麼 零件他說零件件一負請教一沒有 但是第四一負三 三又一負二二有 但是第一項是沒有 所以他會特別標出來說 一項是沒有 可是那個第三科學什麼都沒有 就錯了 第四、第一都沒有 或者是應該這樣講 正確的講法是說 在一負起伏向的路徑上沒有 路徑上沒有的話 他也會把所有路徑封鎖一下 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比對的時候是 不管你的路徑有幾條 以這個來講的話他有兩個條 這個因為是兩個請求項併在一起 我想各位應該清楚吧 多項、多項都是 多個請求項併在一起 為了要緊急的緣故他把它併在一起 所以 不同的請求項 有不同的路徑 既然有不同的路徑的話 那這個程式都能根據不同的路徑 去檢查 不管是 複雜的也好 不管是簡單的也好 都會去檢查 所以如果是你寫的 有夠複雜的話 就全部都檢查 所有路徑都檢查 所以 這個東西 如果說是用人去看 可能會看很久 我相信 連一個就去看 電腦疫苗的時候 可能都到了 就是 跨上一點 叫疫苗 可能0.1秒會接觸 這樣了解嗎 你要看到 滑鼠 叫他的滑鼠竹地 哦、滑鼠竹地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尤其現在關掉提示訊息 那個先擔心 だから appet smoking 訊息都只有一條 因為它就是單一路徑 但是以這個case 的確是十四 我以為寫錯 請留下十四 它不是一負一跟四 所以我這邊兩條路徑都幫大家寫出來 就是十四 第一條是十四 下一條就一 所以十四找一 所以剛才我講的搜尋路徑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它現在是附屬項 它現在一十四項 那我要往它一負的第一項 所以這邊是十四然後到一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它已經負第四項 所以下面那個搜尋路徑就是先十四 然後下一個是找四 那四它又是附屬項 所以四它又負第三項 那一樣第三項一負第二項 所以三二一這樣 一直又找到第一項 所以最後它其實都有找到 它們最後的結果就是destination 就是先前原件所在的形象 第四就是這個 就是它們最後找到的那個 找到的那個終點都是第一項 所以這就是 那個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那先前原件是滑鼠足底 先前沒有 這個應該都一樣 反正它最終找到的地方都一樣 所以這邊就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邊有幾條路徑的 這個提示訊息都會跟大家講 那搜尋路徑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剛才講的 如果它有很多條路徑 我這邊也會把路徑都列出來 然後像那個Arrow的第三項 第三項大家可以幫你寫得很長 其實這邊也就是為了讓大家很清楚的看到它的問題 就是它依附第四項 剛才那邊大家有看到 提示訊息都有看到 它是依附第四項 但是第四項它又是補足項 所以四要找三 三二一 所以它的整條路徑會都跟大家講 所以大家如果要再回去修改 就是沿著這個路徑再回去查就好 所以這邊盡量都寫滿清楚的給大家看 有節省各位的時間吧 對吧 你的特殘衣服 不要穿衣服 你的衣服接過 你那個新章範圍 那個 所要的那個新章範圍 本來對一片不對 就麻煩對不對 所以這個已經給大家很多的時間了 是嗎 好 好 那我先講 好那這個是稍微一個變形 一樣是補大衣服 它 申請專業到底是附屬項的連件 這個也一樣 但是這邊要講的是 我這個系統會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引用記載形式的請求項 那所謂引用記載形式就是 就是如下面這個說示 就是請求項7是獨立項 它是一種多美女不動裝置包含什麼 但是重點是下面 還有 以及如請求項1至6 任一項所述之處立裝置 所以這個 這種鮮保 我個人是比較少見 但是還是會用 所以 這種就是引用記載形式 就是它雖然看 就是它的確是獨立項 因為它是引用記載形式的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上面那個請求項總會 這邊除了告訴你是獨立項之外 還會判斷說 它是引用記載形式之獨立項 OK 那它引用的請求項 就是 你上面寫的1至6 所以123456 這邊都半列出來了 OK 那它下面就是一樣 下面就是會有這種 不當衣服的狀況發生 所以我解釋一下 因為你這個第7項是引用 第8項是 依附第7項 第7項是引用記載形式的獨立項 這個沒問題 那它搜尋的錄訊 那它為什麼是產生Aero呢 因為它 它在所得本身前面沒有看到出外 它去找的這根獨立項 第7項裡面有沒有 沒有的話 它還會去找 引用記載形式的 不管是獨立項或副主項裡面的 這個內容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這個叫做 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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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找 它不是說找到這裡就停了 對不對 我繼續找 對不對 繼續找 我們用判例來試一下 第4號 這個 出幣 有 除幣 在第4項 有 對不對 1-6 1-2-3沒有 你在這樣 1-2-3沒有除幣 有 沒有 好 第4項開始以後就有了 對不對 因為第四項有 第五項依附第四項有 第六項依附第四項 也有 所以四五六有 那因為這個 因為你這個除閉容器是怎麼樣 後面第八項是依附第七項 第七項是剛剛講過的 理容記載形式除閉 那我們可以預期製作 一二三有問題 四五六沒問題 對不對 我們可以預期 那我們試試看會不會有這個狀況 一十號 這邊有個錯 説 說閉容器嗎 錯對不對 説 他是做什麼 好 沒有 微敬於請求項目 說第七項 第七項沒有 第七項剛剛講的 就是影音記載的 他自動會判別 影音記載形式除了 他在這裡面找不到 他就回到1234 那我們可以看到1234 剛以示範 我就直接看 這是剛才講的 123有問題 45 456沒問題 456 因為他是依附這邊有個不必容器 這邊嘛 就是 不必容器 所以 456沒問題 所以他這邊有寫 就是說 這邊不是嗎 他一副第七項沒有 第七項沒有 第七項沒有 第二項沒有 第七項沒有 第三項有 對吧 反應跟你講 好 那我們可能會 你這個 是不是 這個好了嗎 是不是 我換一下 我改一下 直接改 那我就改 在 123沒有 那我 那是在 不必容器 我綁一個級 我先改一下 好 請我先改一下 我先改一下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我可以改一下 我再改 我打兩個地方出審 這應該預期是沒有的 不會有預期 把拉過來 好像沒問題 不是 剛剛是第幾 幾把 我還是全部打開 除幣容器OK 沒有問題嗎 對吧 沒問題吧 這邊找不到 他就到前面去找 但是因為你只有1-1到4-6 有沒有 我就馬上改給各位看 我不是 碰到都弄好了 馬上 現場改給各位看 把那個 不光是把前面改 然後把那個 4-6 剛剛是一個all down 你還記得嗎 我就把它改掉 一樣 這樣了解嗎 而且他還判斷出來 就是要做引用劑來行事 我覺得這個是最厲害一點 了解嗎 這又省各位 又省各位的時間 了解嗎 我不知道各位出席 你們省下的時間 要做什麼 開玩笑 當然是做更多的事情 好 那這邊講一下就是缺少連接關係的問題 那這邊的問題就是 請問一下主要構件 是不是沒有記載和其他構件的連接或對應關係 所以我這邊先講一下 剛才我有提到 那個 有一些構件 它前面是不是加一個英文字母M 這個M就是代表說它是主要構件 所以像以這個case來說 一種滑鼠 它包含有第一個主要構件叫滑鼠分析 另外一個叫上科體 第三個叫彈性機構 所以 它現在有三個主要構件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主要構件叫做滑鼠主體 那滑鼠主體呢 它其實只有出現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 在後續的介紹裡面 都沒有提到滑鼠主體 OK 所以我 其實我先講 這個判斷方式 我也不敢說是真的很準確 只是用一個 這個自由沒有在其他的主要構件出現過 去判斷 所以像以這個case來說 滑鼠主體 它沒有在其他的段落 其他的主要構件的敘述裡面沒有出現 所以我這個系統就會判斷說 滑鼠主體和其他的主要構件 是沒有連接關係 所以就上面說的 滑鼠主體和其他的主要構件 其他的就是上科體跟彈性機構 都沒有連接關係 那同理上科體也是一樣 因為上科體它是 它整段就只有出現一次 它是主要構件 但是它只有出現一次 然後你在其他的地方 你也看不到上科體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判斷說 上科體跟其他的主要構件 是沒有連接關係 所以那當然這個 因為系統也沒辦法說 真的去用文字的語音去判斷 所以其實這只是一個很粗淺的判斷方式 就是看這個元件 它是不是有在其他的段落裡面 有出現過 那如果沒有出現過 像是這種情況的話 系統就會檢查出 它是沒有連接關係的 OK 好 那我們現在用實際的按鈕 這一個剛剛那個按鈕 滑溯估計上個題 那我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這個部分就是同樣的構件 它是同樣的顏色 同樣的顏色 同樣的顏色 像這個導致變成同樣的顏色 你知道嗎 這個第一位置就是第一位置 這同樣的顏色 所以你看這個有沒有綠色 沒有 這個跟這個顏色 沒有 一下子看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試一下 好 看起來應該是有問題 對不對 錯了 錯了 好 好 所以就剛剛講 出來 他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它顏色會變成嗎 當然綠色就變成這樣 它是人冷的 所以不會 不會受抹綠 抹綠 就一定是那個顏色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 這邊 發作組體在這裡面沒有 上合體在這裡面沒有 所以之前 剛剛有跟各位講說 這個是很粗淺的一個 黏結關係 實際上的黏結關係 各位要寫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把這個 這個 這個後面隨便寫寫 後面寫寫 就騙過這樣的 騙過系統 這樣不好 我建議各位還是要寫好 寫好 只是輔助各位 只是說你有時候會漏掉 那你這邊寫了一堆 就忘了跟其他貢獻有連結關係 就是這樣子 那順便提 跟各位提一點 就是目前我們就 只針對這個信息的部分 在做 這個 信息的那個 信息案件 做 做那個 檢查 那等一下一定會有人通 我們那個發明都可以 幫你回去自己試試看 好不好 試試看 我不想 我不想 先不想 各位回去試試看 那 原則上 因為 因為目前第一段 Stage 1 我們就先 先推廣那個 刑期的那個 申請專輯上面 那 第二部分 我們 第二部分 就會 推廣 就是所謂的 發明的部分 發明的部分 那 原則上 大家 各位 為什麼會看到這些 會有這些構建 那 為什麼第一階段 是推行那個 心情 因為心情他一定會有構建 我才可以判別 不知道他怎麼判別 你一定要告訴說 我這個是下課底 那個是上課底 那 發明有些是方法 材料 他不好說明是空的 那 你都不告訴系統 他也沒那麼神 對不對 你都 你都不知道 哪些是構建是什麼東西的話 那系統 你都知道 原則上 我們 第一階段 原則上還是用心情 心情 因為有構建 他可以判別 那 剛剛講到 你也可以試試看 試試看 原則上就是 有方法 材料的話 有方法 你去 就比較 就可能 就比較沒辦法 大概是這樣 各位回去試試看 但是那個開口 還是就是心情 你偷偷跟各位講話 之後 我也會 會開口出來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這個就比較簡單 就是很準確 就是心情名稱跟生理專業範圍 有一個 用語 對啊 用語不詳 那 這個意思就是說 例如說這件的心情名稱 這件心情名稱叫做 金屬材料支撐架 那 但是我們在選 像獨立項 不是獨立項第一項 因為我這個只有檢查 獨立項 而且是第一項 那他這邊是寫一種擺放架 那很明顯擺放架三個字 跟他的心情名稱 金屬材質支撐架 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系統 我這邊的檢查方式 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他也不是說要完全一樣 所以 假設呢 你現在心情名稱叫做 金屬材質支撐架 那你的 請求項 獨立項第一項 其實也不一定要完全一樣 例如說你可以怎麼寫 你可以寫一種支撐架就好 那這樣 因為支撐架是屬於 東西叫做 substream 就是 它是包含在 一段 所以其實這樣子也是OK的 但是呢 如果像是這種狀況 一個是擺放架 跟上面的金屬材質支撐架 它基本上只有架 這個字是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系統 是用50% 50%去判斷 基本上就是 首先我會先判斷 它是不是包含在裡面的文字 就是那個substream 像如果你是寫支撐架 OK 那我會允許過 因為OK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會去check 它是不是至少了50% 是一樣的 那以這個case來說 因為它其實就說明 唯一一樣的就是那個架 那個架 所以 那它很明顯就是 幾乎都不一樣 所以 以這個case來說呢 我系統就會提出error 就是說 標的名稱跟專利名稱 是用的不相處的 好 我們現在要用那個 實際案件 要把金屬的材質支撐架 這叫什麼 擺放架 後面的擺放架 那我們可預期的是什麼 這後面的那個標的名稱跟前面的這個 這個 好 這是第12號 這個 名稱叫做什麼 金屬材質支撐架 就是 你後面寫什麼 擺放架 好 那 那 如果說 我就剛剛課程有講 我就 請 縮寫各位 好 我們就直接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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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吧 齁 不用 來 不要稍微 所以 再拿一次 好 這樣可以吧 齁 不用 來 不要稍微 再拿一次 一種 一種擺放架 那我的信心名稱叫做什麼 金屬材質的擺放架 OK 這樣了解嗎 齁 所以 那為什麼會錯啊 有人會貼錯啊 我要選嗎 你把A案貼到B案去 也不是很貼錯 齁 就有時候會這個樣子 齁 按 太多分頭 好 好 那再來 這個也是 這個通常都是 有一些大陸案 大陸案 申請案 然後他們是一些 全力要求 那但是就是不服我們這邊歸天 因為我們這邊的開頭要叫做 申請專案 或者請求向中用的開頭 所以就很奇怪 就是我們下面說的 這件它是根據全力要求 全力要求 全力要求你所做成的 所以 反正如果是這種寫法也是一樣 這些系統都會抓出來 不符合我們附屬這樣的記載顯示 好 我們看這個樣子 這我想這邊應該 這給各位看一下 划死 等下這個案子 這個有一個E划死 我都會碰到一種 總不見 全力要求 對不對 全力要求 還有一個 如 依據 都不見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就用這個案子 我就放 我就跑一次 我就不要拉到三次了 好 這個是第13 好 這個就一定講 有問題沒有 對 就一定啦 就是 如果是附屬項的話 開頭要是如什麼什麼 或者 依據 對劇中用開頭 那這個就是它直接就 直接寫請求項 什麼 擠牙這種寫法 那 再來 再來是獨立項也是一樣 獨立項要寫一種 有時候會為了忘記 你那種 那種是漏掉的話 這邊 這邊也會稍微 稀釋一下 不過後續的正式 還是跟正常的正式 大家 大家不會說因為這樣子 就不讓你運動 就是 因為這個算是 比較小的錯目 所以 但是它還是會稍微 提醒你這個問題 好 13 這個 這個 好 一手 這個 一滑手 那手不見了 他會提醒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剛剛講的 如全力要求 這個我想說 那個 各位直接 減轉班的時候 就會忘記 對不對 這個部分 然後第三個 就是這個 對 請就像 如不見 依據也不見 像這樣 但他後續的 那個 那個 照寶 照寶 還是認為這個事情 等一下 是這個意思 大概這樣 OK 這就是避免各位 辛勞過久 已經看不到的時候 幫各位看一下 用那個 基層 度的實現 這個是針對心情的 發明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 因為問題只有開放心情 然後 這個問題就是說 例如說 如果是心情按鍵的話 裡面就 基本上是說明書裡面 你就不可以寫本發明 或者死發明這種 所以 像這個案件 就是它是心情按鍵 但是它在裡面寫本發明 那這種的話就是 一按兩行 就直接把發明的放過來 這樣 沒有把它改成什麼 本心情 本創作這種 那一樣 所以你只要裡面有出現發明 之類的這些話 你就會 這邊就會寫 這邊會告訴你是用語錯誤 它一樣是紅字 不過 稍微不一樣 之前是什麼 原件名稱符號錯誤 但是 反正我這邊都是一樣 那一樣是統一用語字 這邊是屬於用語錯誤 不是這種本發明這種狀況 那 那 這個 這個就是 額外做一個小朋友 就是什麼原住民用語 就是 因為這個是我們之前 我們心情的 一個專案 那 就是要 可能要特別處理原住民的案件 所以 只要有看到原住民的用語 就要特別把它調注出來 那 這個無關錯誤 這只是提醒你的 所以 就告訴你說 這有發現有些原住民相關用 那 可以稍微再確認一下 發生什麼事 這樣 好 這是像這樣 好 我補充一下 這是原住民的部分 因為 原住民的傳統 這些創作人都會 予以主政 那之前 有個 有個案子 就是那個 平板桌 平板桌案件 然後 讓 讓 當時的 組長 就是現在的 局長 來上那個 廣播公司 去 闡述我們 這邊的狀況 那當然 因為我們是行事審查 行事 要件 過了以後 當然就過 可是原住民 他是認為說 你過是你 過是你家的事 我們是要保護 我們的 原住民的 平板桌 不要讓別人 設計專利 那是我們 傳統智慧創作 所以 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把 這個 有一些 原住民的一些 希望把它放進去 他只是 也是提醒 原則上就是 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 我們都要加油 尊重 保護 避免 觸及到 他們的一些 創作 是這個意思 那各位在 那我想說 各位申請的時候 我想說 各位本人 注意 我相信 所以 那但是因為 如果說 有漏掉 或怎麼樣 真正有這個 民主民跟事實跑出來 那各位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 這個 說明書不是個人 一個人寫 然後這個人寫 那他寫 一個人看不出來 所以就用電腦 幫你查 那種 就是互相提醒一下 你的 到我們這邊 然後出去 哇 那真的是 玩意 沒事是沒事 流氓區的話 那民主民傳統智慧創作 變成我們 有點好像 違背 違背 違背那個 像誰 違背那個精神 那 其實 今天目前 就是以上的報告 大概就是這樣